好那这边教一下大家怎么用那个模拟器去刷 那我们这边使用的是夜神的模拟器 那我是下载最新版本的 那下载完之后桌面应该要产生这个 这个多工处理的管理器 打开 然后一开始应该有应该已经预设了一个这个了 然后你就把第一个预设的 把它按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设定 性能设定 我现在设两核啦 但我觉得一核也可以 你们再试试看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界面 这个把这个关掉 这边都关掉 然后我这边是帧数开30 好不好就这样保存设定 然后之后再按这个 然后按复制 按复制 然后复制之后就多一个 那我目前已经先创了 呃4个总共5个 那我们创完的东西 我们把它点开 从点这边就好 1 2 1 2 3 4 好我们开4个就好 然后按一下这个启动 好它就慢慢跳出4个 夜神的模拟器出来了 好我们等下跑一下 然后这边其实有一个排列设定啊 但是因为那个排列设定 我每次用都排不好 所以我都用手动拉 这边可以对齐啊 你们自己这边再自己研究一下 可以自动对齐 那我这边是手动拉 OK好再来 然后你等排好一下 然后等下跑一下 我应该可以多开一点伺服器 呃多开一点模拟器啊 就看各位的电脑配备了 你们自己再尝试一下好不好 好 那这边的流程呢 我就不放给大家看 就是我刷的流程啊 游戏流程就不放了 我放一下我怎么开始就好了 好 好差不多这样就好了 好然后重点是这边 这边一个三个点点展开 然后这边有一个什么 这个同步 多开同步按下去 好然后全选 按左上角这个开始F9 好就同步中了 这代表你看 我只要操作左上角这个四双 全部都一起动 OK好 那还有一个重点哦 你的 你在多开的时候 这个模拟器里面呢 你要先进去 把 天地节的手游的程式 先灌到这里面去哦 OK这样有明白吗 就是一开始你就先选这一个 然后开始打开一个模拟器 然后把它安装进去就好了 OK 那如果没有你忘记的话也没关系的 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再安装一次 天地节手游就好了 那 因为你即使用复制 复制一个新的模拟器 它就自己产生一样的 一样的APP出来了 一样有天地节APP 所以你只要装一次就好了 不用装四次 这样比较快 好 那 假设你都安装好了 四个模拟器你都安装好了 好我们点这边设定 基本上啊你是第一次玩的话 你第一次玩用访客帐号玩的话 你不用做这个操作 但是如果已经操作过一次的话 那我们是建议 我还是建议你去做这个动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这四个模拟器 我已经进到天地节手游里面了 好我们先进去一下 好进到天地节手游里面 我们用访客登录 如果有刷过的话 如果有刷过的话 那个访客记录 你在后台按掉清除资料 再重新开一次 他是不会清除访客资料的账号哦 是不会的哦 好我们试给大家看一下 好你看这个是我之前的 之前用过的 你看四个账号都一样 好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很简单 这是我已经刷过了 好 一样的话 你再刷是没有意义的哦 好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就代表不对 你看四个反客 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按一下主画面 回到这里 设定 好 再回到 应用程式 储存空间 储存空间的应用程式 找到天地节点下去 然后按清除资料 确定 好 再返回天地节手 有一面 这样 那我们再让他跑一下 好 清楚资料之后 他会教你下载资料 好按确定 同步要记得打开哦 好 那我们都登录进去之后呢 按访客登录 确定 好 好 打一下拼图 好 这边不对 好 打叉 好 我们这时候先点击 你要的伺服器 好 我是在引雷真觉里面 好 点好你要伺服器之后呢 按切换用户 好 有看到吗 588 584 585 592 都不一样了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刷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刷了 这样会吗 这样会吗 好 好 好 再来 如果你想要录制脚本的话 好 点到一样 点这个三个点点 然后在这里 呃 这里 操作录制 点下去 好 按下这个 录制 好 这个时候就同步了 然后你就会按登录 好 这个时候他就同步 呃 这边这一个 他就开始录制你的操作 按XX 然后点进去 然后你每一个操作啊 你要稍微慢一点 2到3秒 我建议是3秒左右啦 这边会告诉你 3秒过后再按一下 跳过动画 好 这大概3秒 因为你每一个模拟器的速度 可能会有一点落差 这样才不会超过 那当你成功录制完的话 你就可以靠这个脚本去做了 OK 假设我们录制完了好不好 假设录制完了 点下这个 保存 那 这一个是暂停 可以暂停 假设有意外的话 暂停一下 然后再保存 保存之后呢 你都会出现这一个 操作设置 好 你都点一下 这一个 其实不用点了 按这个就好了 选你要的操作录制 点一下这个播放键 他就执行了 那你在哪里开始的 你要记住 你在哪里开始 你要记住 我们刚才是在哪里开始的 还记得吗 我们刚才是在 登录画面的时候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你就要从那边开始 好不好 就这样子 就这个样子 让大家学会了吗 好 好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好 你看哦 假设我们刚才那一个 访客的帐号 已经刷完过一次了 刷完一次之后呢 假设你一样 在这边清除快取之后 清除资料 好 回来 再次听听解释 进去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发现你的访客帐号 跟刚才的 我们刷过的访客帐号 是一样的 好 好 访客登录 确定 好 拉过来 好这边按叉叉 好我们这边切换用户 好 你看到会一样的哦 会是一样的 好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没有用了对不对 好 好我们这边 回到这边 关联系这里 我们刚才选一二三四 这四个嘛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边把它关掉 关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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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 解决这个方法呢 这个问题呢 把这四个 砍掉 砍掉 好 这个也砍掉了 好 我刚不是说从这边去复制吗 还有印象吗 这个是我们没有去做过任何动作的 模拟器 没有做过手刷的动作模拟器 那代表什么 你就把它想象成 这个还是一个新的手机 没有去玩过天机节手游 全新的模拟器 全新的手机的概念 那我们从这个全新的APP里面 直接复制 直接复制 好 一样复制四个 好 所以复制出来的四个 是不是就是 第零个这个 新手机 都没有刷过 手游 天机节手游 的模拟器 的四个手机 对不对 好 一样开始 好 操作部分 操作的方式都一样 好 开完之后呢 重复一样的动作 重复一样的动作 一样 开 重复 好 进到设定里面 好 找到应用程式 天机节 好 不要解除安装 储存空间里面 清除资料 确定 好 清掉 按这个 返回主画面 按下天机节 好 我们再下载一次 那这边 因为我有试过BS 那BS在我电脑里面是蛮顿的 所以后来选择夜神 夜神就顺很多了 那希望 当然 这个影片教学 大家有听得 听得懂了 那有问题在 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看到会回你好不好 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大致直播的时候 再问我 也没关系 好不好 我们让它等一下 好 让它更新 好 有点慢 好 再来一样 按访客登录 确定 有时候有些 有些模拟器 这边转很久 我们先按这边 反正操作步骤都一样的 好不好 这边就不特别在 ok 这边好了 好 关掉 然后选这个 好 选你要的伺服器 然后切换用户 确定一下 ok 473 491 482 479都不一样了 好 所以大家 一开始的这一个 一定要备份新的 一定要有一个是原始的 不是新的 是原始的档案 原始的模拟器 一定要留着 删掉你有去刷过的 模拟器就好了 好不好 那这个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会比较快一点 如果你电脑跑得动的话 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会稍微快一点 好不好 那今天影片就 就这个样子 好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ig fb twitch bdb 好 就这样子 好 大家晚安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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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